哦 周星馳 不会跟我把他剪在一起吧 正近一点好不好 你不怕他抢了你的影迷啊 是我第一个演伟小宝的吗 哦 那你的意思是他演的比较不好咯 那你觉得他演的伟小宝像 星星哦 那你有没有准备什么方法去跟他对抗呢 拿一罐那个杀虫水呢 就看到他们一起在追着的 博一代啊 你现在出片适合吗 一下子就撞到四大天王里面的两大天王 而且他们在榜上的成绩都很好哦 无所谓啊 那么有信心啊 那你分析一下 你觉得刘德华能不能跟你相提并论呢 把他验死一顺 那你看张学友呢 他可是你的好朋友 有歌神的称号 干嘛 有什么好笑的 你觉得张学友的歌声 他像汤朱一样在叫啊 哈哈哈 太配了 模仿一下让我看看 嗯 他在唱歌好了 他是这个 秋色为桃峰 重庆 ль張 lights over 我想那就天大概精神不好吧 你可别乱说 他唱的哪会这个样子 他好像装装成自己 好像 很有东西的人 你懂你很 好像文政府 我们香港人讲就是很 很 打鸡业的那种 什么意思啊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很大哥的样子 既然这样 那我们来听听张学友跟我们说好了 学友啊 你第一次听我一直在唱歌 感觉怎么样啊 快中暑了 不好意思听出来啊 把它推下去啊